各位刚刚我们已经看过创作公用的授权 然后怎么样搜寻 然后怎么样子再分享出来 那也看了公共领域的部分 公共领域基本上你不会侵权 公共领域是一个法律禁止进入的地带 所以你不会侵权 但是创作公用的部分是你有可能会侵权的 那在这里要提醒各位一点就是说 像我们刚刚那样子我用网页的方式分享 这样往往其实是不够的 为什么因为别人下载完之后 就是你或许照了他的模式去分享 但是问题是你的网页跟你的音乐 或者是图片是分开的 如果别人只下载了图片 然后却没下载那个网页 那这样就可能会有问题 而且你自己呢 如果到时候你收集了一大堆的音乐 那你的网页又没有做得很好 你自己音乐存在你的随身硬碟或之类里面 那你就忘记了他的授权 所以这时候怎么办 所以我建议一个比较好的方式是这样 就是你在下载的时候 下载的时候 像这样子 那这个这些都不用填了 他叫你捐钱或填email都不用 你就按下载 那请注意他的授权是by ncsa 那这时候呢 他会自动开启那个下载点 那这里建议是by ncsa直接写在这上面 那甚至你应该对每一个档案都加一个你自己的授权处解的档 我现在先下载下来 这个有点大 那75枚 那当你下载下来之后 下载下来之后 你可以开一个 比如说你针对那一个 那一个 刚刚这个叫什么名字 看一下 epic soul factory 我针对这一个 我开一个资料夹 开了这个资料夹之后呢 我在这里 就可以直接加上一个授权档 OK 那这个授权档里面呢 我就可以注解 注解什么 注解他第一个 这一个作品的来源 然后授权条款是什么 那授权条款以这个而言的话 它是这一个嘛 但是其实我发现到 有这里有 所以你把他的网址 复制 稍等 我直接点进去 你把这个网址 抠过来 把它放在授权条款里面 然后 你这样子就不容易忘记 然后到时候 你要散步的时候 还有一个办法 就是说 我现在把刚刚的那个东西 假如我今天已经都 下载完成了 刚刚那个 这个部分 如果我已经下载完成了 下载完成 我不是把它解开放在这里吗 那未来呢 你在发布的时候 在发布的时候 你就把这个 资料夹 就整个压缩起来 好 那压缩完之后 你再把这个档案 上传到网络上 或者是copy给别人 这时候你的发布 就不容易侵权 因为你的授权 有些授权档给人家 否则的话 你只有一个网页 但是它跟你的 那个作品 其实是分离的 这个分离的情况 你不太 就是其实是没有完全 但照人家要求的 授权选定 所以尽可能让它 合在一起 那压缩档是一个办法 好 那大概今天的课 就上到这里 好 下课 来吧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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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我说 你不是